白玉蓝树升级攻略,通过签到可以免费获得家具。 大致看了一下,升级到最终形态成熟期一共需要63点水滴, 而玩家每日通过对战最多可以获得3点水滴。 需要注意的是每周最多可以灌溉10点水滴, 也就是至少需要花7周的时间进行升级。 另外该任务似乎没有时间限制, 但免费家具只能活动期间签到获得。 最后升级后的白玉蓝树会随司机变换形态, 然后签到这边除了家具奖励外, 还可以获得调香式的免费蓝皮奖励。 而免费蓝挂则需要玩家收集完全部香料后才能领取, 需要注意的是探索所获得的香料需要存储罐才能带回。 存储罐可以通过每日对局任务获得。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, 我们下期视频见,拜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